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次《法律之多點》的環節 今次我們的題目很特別的叫做 《警察犯罪一哥有責》 為何要有這個題目呢 最近有個文女入稟撞告一哥 說一哥要為其中一個伙計的強姦 非禮這些罪行 要負上民事的責任 這件事涉及法律的內容都頗多 我今天請了兩位嘉賓和大家討論這個題目 首先介紹右邊這位 你什麼名字 梁麗 梁麗 你不是梁麗仲 不是不是梁麗 你是梁麗 不是梁麗 等於你是李鵬飛大聲 李鵬飛不是李鵬 這是梁麗 好 大家好 到盧律師介紹一下自己 你好 我是盧律師 大王周六成理律師行的周約律師 你都做律師很久了 是吧 在法律界也有三十年 是 我想我要坐前一點 跟盧律師可以談談一下 可以 好嗎 大家討論一下 先講一下情況 在2008年11月22日開始 有一位是李華中 是 是 他利用警方的報案系統電腦記錄 查案為名 約了很多女生去旺角警署 旺角 是 在裡面 11月24日 發生其中一個 就是 其中一個女生 就說 要落口供 竟然 她和男朋友一起去旺角警署 不過 就先洗走了 沒多久 就發生一件事 她竟然把那個女生強姦 之前有前科 都有非禮過幾個女生 有四個 前後 她包含這位強姦 最後 在09年的9月 被法庭判坐牢12年 強姦非禮 12年 第二年 再加一條罪 就是使用電腦 那些資料 不當不誠實的使用電腦 就這件事 我會分開兩個部分說 首先講一下刑事 然後講一下民事 為什麼 警察犯錯 一哥要負責 先講一下刑事 那方面 梁禮 你先講一下 這件事發生之後 梁禮 還發生之後 你的梁禮 會不會很尷尬 很不方便 有很多人問你 你是不是就是她 區裡邊 都有一些雙屬街坊 開玩笑 有的 怎麼說 因為當時的 空洞傳承 頭條新聞 是 這樣就開玩笑 梁禮 他沒有說過中 梁禮 是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他就不是叫你做 犯人 是 犯人 梁禮 眾 沒有這樣說 這件事 除了說笑 為何這件事這麼均動 這可能是香港的 有史以來 在警察裏面 尤其是 司法犯法 會做到 這麼嚴重的時候 還在警署 還有很近的九龍區 是的 令到市民 都對警察 都 信心 會大大切 你服務區區 在深水埗 都很近 剛剛的警署 即是隔壁街 是的 所以今天為何找梁禮 來講梁禮眾事件 就是這樣 你多說一些 和警察 你認為為何會搞成這樣 有什麼改善呢 監管上 監管上 他電腦裏面 為何那麼容易被警察 那麼容易拿到 而相關的電腦 都不關警察事件 有很多相關的投訴 我們進入去講一下 他犯的情況 盧律師講講 他今次犯了三條罪 終於告他的差處 其中一個就是菲禮 一個是強姦 一個是濫用不承擔 濫用電腦的情況 先講一下菲禮 菲禮和強姦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們中國有句說話 菲禮物言 菲禮物視 菲禮物聽 在法律上 做完這三件事 都不是犯法 都不是菲禮 都不是屬於我們 菲禮叫猥蝕侵犯 是的 我們這隻菲禮 是什麼 菲禮物動 真的要用手去動 在法律上才是菲禮 你說菲禮 看看他 不是刑事罪行 詳細講一下刑事罪行 非禮是 非禮是 刑事罪行 所謂刑事罪行 一定是 一定是 比方說 我跟女士 我初識她的時候 跟她握手 這個並非是 是一個 很健康的行為 但如果我的手 放在一個 不應該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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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空暴 我可能 就會有一個 很大的 很大的 困難 行為上 就好像在地鐵裡的 鹹豬手 沒錯 有身體的 碰撞 還有 有一個 意圖 意圖是 你 有這個 心去捉摸 但如果你 妄顧 不管他 同意 你都做的話 都是 觸犯 即是說 如果他同意的 就不是非禮 譬如說 兩情相悅 那時候 親嘴 那些 就沒有關係 應該不是 不能涉及 非禮 這件事 所以 非禮來說 大家知道 這情況 好 強姦 跟非禮多了些什麼 強姦 其實 我們講的 叫做 進入 只要一進入 就已經 觸犯了這個 強姦 這是行為 對 是否 有 男士 在最開心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 叫做 射精行為 有沒有射精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當然 如果 正如非禮 如果大家 都是同意的 不是一個 即是發生這個行為 大家都是同意的 就不會有 同意就不是強姦 強姦 強姦也強 簡單來 霸王眼上攻 譬如 去到一個時候 那個女士 就會 要有個意願 告訴她 現在 我不肯了 在這個時候 理論上的 男方 就要即時是退出 不能夠繼續 進行這個行為 如果是繼續進行這個行為 這個 也會觸犯了 這個 強姦的 進行 強姦 一定是男人才強姦 女人 因為要進入 女人 就進入不了男人 現在的法律 都沒有說 女士可以強姦 男士 都是女人 強姦不了男人 男士就可以強姦女人 但在非禮 就可以 女士 都可以被控告 去非禮男士 非禮女 都可以 當然 我們日常接觸到的案子 都是男被控非禮女 非禮女 間中都是一宗 那些女士去非禮的男士 又不是叫非禮 叫非來染褲 非來 通常這些 如果 我都沒有處理過 都沒有什麼 都很少 很少男子去 去告女子 非禮他 他見到非禮染褲 他仍在跟其他人說 我猜有可能會發生 是男子 比較小 比較小 不懂得說 不懂得說 那一類 這也是同意 在這些色情案來講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明白 什麼叫非禮 什麼叫做強姦 我們就這兩件事 就要看看那件事 梁禮仲 她就是用這個 查案為名 約了一些女士 去了一個 回眠的旺角警署 一個認人室也好 錄口供那裏 通常那些 我們都經常去那些地方 是啊 錄口供 如果一個人對一個人 真的在裏面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要一間房 一間房 在那裏 他就做這些行為 那個女生 受辱那個 就說 是不同意 如果不同意 身體碰撞 又是灰蝕 非禮或者什麼 有進入的就是強姦 是 就是這樣的情況 沒錯 為什麼要去警署呢 你經常去警署 這些街坊 有跟你說 為什麼可以在警署 發生這種事 這個就是 當時 尤其是受害人士 因為警察 即是落口供的時候 他本身製造了一個氣氛 那個氣氛就是 你有罪了 現在 阿Sir 盆雲利 已經有一個感覺到 已經很怯的 心 市民 因為 生不入 身不入公門 死不入地獄 是的 旺角警署是官門 一定是 沒錯 門又高 是的 香港的普通市民 說被警察去查 阿Sir去查 他本身的心 已經被他嚇雜了 所以當時的情緒 各方面的事情 基本上 在那個氣氛之下 已經是 令到他們覺得 假設性這樣 是有問題的 他們自然協助 那個警察 乘虛而入 會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是警察 似乎他是代表法律 對那個人來說 我要在法律底下 他好像有一個 叫做權力 是 沒錯 即是一個權威的位置 是 那個 不知頭不知路 有些 不敢反抗 當時被他不斷走豬手 可能都在一個房間 關門 這個警務人員 可能又 體力 體能方面 一定比女性 為高 是 所以 可以做出這些 在這方面 就是 我在這個 三分鐘釋法裏面 有篇文 大家 有空去 打這本書來看看 廖成利律師作品 三分鐘釋法 裏面 第92頁 有一個 就是梁禮仲的案件 就是李華中 當時 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 一些報告 就是 HCCC 189日2009 這個案件 就是 當時 梁禮仲 先後 帶了四名 受害人 進入警署的認人室 又非禮又強格 最後 就是 法官形容她 行為可恥 適膽包天 判她 坐了12年 為何判得這麼重 因為她 我剛才所說 當時她 第一 在警署裏面 第二 她當時在執行公務 這個 就是 違反的誠信 沒錯 因為 那位受害人 她對於警察 會有一個信任 我會 相信這個人 會 很秉公地處理這些案 但結果 她做出一個這樣的行為 令到她那個 我們叫做 Bridge of trust 就是 違反誠信 是的 這個是加刑的一個 我們叫做 Aggregating factor 令到法官會更加加刑 此外 知法 犯法 罪加不止一等 罪加三等 所以就 很重 一般 非禮 都會罰多少 強姦遊戲的起點 其實如果是判刑來算 因為現在我們高等 上訴法庭 已經有一個判刑指引 如果在公眾地方 非禮 即是叫做鹹豬首 或者是在公眾交通工具 例如地鐵 巴士 即是摸人家屁股 即是摸人家屁股 那就要監禁兩個星期 十四天 十四天 這些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這樣 即是摸一摸屁股 就是坐十四天 是的 但是 在某些情況下 我也見過 有些法官的判刑 是會比這個為輕 但是每一件案 有每一件案 不同的性質 但是奉勸大家 真的不要 非禮一定是密動 非禮的法例 最高是坐十年 是的 如果在公共交通工具 真的分分鐘會有牢獄之災 對 這樣就坐十四天 吃十四天 黃家飯 這樣就完全不值得 一定有刑事案底 沒錯 如果強姦 最高是終身監禁 沒錯 真的很厲害 起點是否 當然 我有時接觸到的案 如果是不認罪 都要七年到八年 差不多 比方有一些令到案 令到法官會更加刑罰 比方說 要受害人再一次說回 這些不開心的事件 令到他再想一些事情 可能刑罰就會加大 重一點 所以市民在警署 你覺得警察 警署應該是安全地方 警署也是這樣 我們要想想 警察 其實他都做了很多改善 如何進一步改善 最好的改善 我想從硬件和軟件 兩方面說 硬件 例如他的警署 例如閉路電視 或者當他問口供時 有沒有其他警察 有沒有其他警察 再去重檢查 看看他等等 如果他一個房間 可以一人一人 對 這個真是很奇怪 或是 他不錄影 就可以了 有錄影 他不錄影 我們當然在市民的立場 最好是 比方說 最好是 我們行必就有行媽必 是 剃四文是否兩個 一起會 一起用口供會好 或者如果是 女性的 就找女警 等於你守身 你也是找 找 搜梁禮 這是理想 只是在實際的警署裏面 可能人手、編制也會有困難 但是 坦白說 這一類案件 用可以四個字 不可思議 因為也都 即是八連一遇 真是不可思議 因為如果這樣說的話 即是 一位警務人員 能夠這樣明目張膽 在他工作的地方 犯這麼嚴重 這麼多次 是的 我覺得 真是不可思議 希望 也是最後一次 這些不可思議 因為這一宗又非禮又強姦 有一宗很不可思議 叫做 隻手遮天 這個案件叫做 譚詠康 健康的康 案件的編號 是KCCC 911 2009年 當時有個市民在警署 接受調查的時候 被警長打拳 拳打腳踢 事後打完之後 就說他 無告分 就說他襲警 是 他打到他出頭頂 然後說他襲警 這樣 經過審訊之後 就發現土回公道 就是這個警長要坐牢 十個月 那個法官就直接說他 濫用私刑 出手狠毒 還誣告事主 這些名字叫做 隻手遮天 這個案件也是有口均動的 再加上華中這宗案件 所以那一陣子對於警方的壓力很大 你覺得是 正在說 如何改善呢 當然永遠說一句說話 樹大都有枯支 我覺得警務人員在這十幾二十年 我覺得他們是進步了 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比方說在禮貌上 因為我們有時都會去警署 去拿口供 其實這個牽涉到監管的問題 梁麗剛才你說的 除了硬件 就是軟件 是吧 怎樣為軟件的改善 軟件就是 剛才律師也說 當然整體上 可能警察培訓的質素 即他的態度 態度 價值觀 那些就有所改善 但有時就是警察的情緒 當去到那一刻的時候 他的情緒的控制也是一個問題 這方面 這幾天 有說警察 在Facebook那裏 說自己的濕火東西 拍照 拍照 做牛肉乾也好 他也是用私營的 很多 在價值觀方面 其實已經有些潛艷物化 或者他都受過社會的價值觀影響 這方面真的要留有一個警號 我看過一段 好像說放了那個應該要拘捕的 他就放了 應該拘捕 不拘捕就放 應該放的他就拘捕 我又覺得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他真的 質角或者他下面那些同事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警號 一個問題 一個警號 以前我們有句說話 你放在心裏就算了 現在要寫出來 告訴別人 他有個心態 是否將這件事 要去告訴別人 我們是這樣做事 如果別人有一個這樣的看法 對警察來說 有這樣的看法 所以警號來了 這個冰山的一角 大家看到 冰封一日 冰封一尺飛七日之寒 因為早前也有說兩位 一男一女的警務人去逛逛 將他們 好像拍拖的相片 都放上載在Facebook 如果放了工 拍拖沒有問題 一路拍拖一路走 但工事和私事 還拍照之後上Facebook 譬如有些私人聚會 就把槍給親友來玩 這些就不行了 所以這個監警會 可能要在警察的軟件方面 也要研究一下 被警察的操守 是否可以深至成熟 去處理一些法律問題 這裏都可能被人有一個疑問 現在的教育制度出來 80後的警察都是近香港的教育情況 這方面 一哥都要去想想未來的情況 就在刑事方面 我們看到 保安局發出了一個 查問疑犯和錄取口供規則和指示 每次去到錄口供時 你有十大權利 有多少權利 這方面是怎樣 每個人應該可以有權請律師 其實在理論上 在刑事方面 如果很簡單說 他的說法就是 不是時必要你說 除非你願意說 除非你願意說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法律知多點》的下半集 關於這個題目 《警察犯罪一哥有閘》 剛才我們講開刑事方面 大家去到警察官 如果下口供也好 有一個指引 《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規則及指示》 這是保安局發出的 這個案件發出 每個人都有權利找律師 有一個案件 例如陳兆寶案 DCCC1982004 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 陳兆寶在下口供時 他的律師未到 他想打電話 誰知道警察沒收了他的電話 沒有讓他用這個電話 後來這個電話救了他 由於他沒有打電話給他的律師 之後沒有到場 他的口供不可以呈堂 無敲 於是便救了一命 便甩了 打贏了官司 我們每個市民 是否在警署有權利 這方面大家要知道 又可以保持緊密 又可以請律師 大家如果肚餓 不可以在肚餓後 中間下口供等等 其實這些規則 都是要貫徹 口供是否在自願情況下作出的 因為通常 不自願的法庭是不會接受 作為證供的 通常作為證供 簡單來說 都是一些叫招認性的口供 即是比方說搶劫的疑犯 他在口供裏面說 是的 我經濟不好 所以我就去搶劫 他這個招認 在法律上 如果他是招認之後 到將來上庭打官司 由於他這個招認 他入罪的機會就會很大 法律也要避免了 我們中國有句說話 叫做苦打 成招 成招 即是避免了問題 所以我們也有些法例 例如說 你說什麼 都會用筆記錄下來 將來作為情堂證供 好讓這個疑犯 他知道 他所說的話 將來對他 是有一個不利性的 因為我們的法律 任何人可以不說 對自己不利的一些說話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情況 就是這個法律 定罪的標準 不是被告證明自己沒有罪 而所有舉證的責任 都在控方身上 而那個標準 我們叫做無合理疑點 當然如果這個疑犯 作出一些招認 法官在審訊的案裏面 他也拿了這些對被告不利的證供 作為他判案的一個決定 如果事實上這些招認 是在不治愈 或是在威逼利誘下作出的 就不能夠作為一個情堂的證供 好 就這個刑事方面 我們暫時討論到這裡 稍後再繼續 我們轉一轉去 這件事引致民事的責任 情況 大家知不知道 你這個話中 那件事 在2009年的8.20日 認罪 當時的一哥 叫特景成 向公眾親自道歉 說抱歉 蚊傑 親自道歉 道歉之後 去到今年 前幾天 有其中一個被強姦的事主 竟然未走出心理創傷 又睡不著 有很多心理的情況 日稟法庭告一哥 就說要 因為他下屬的犯罪行為 侵犯了他 引致他這麼多心靈受創 要求賠償 就這個賠償 那方面就是 盧律師是 刑事的事發生了事 為何民事那方面 會賠償金錢的損失 其實在一件事件裏面 同時有刑事 亦都有民事的成分 譬如我用一個譬如 我是一個巴士公司司機 我駕駛巴士在馬路上 又不理交通燈 又開快車 撞傷了人 不小心駕駛 或者危險駕駛 或者危險駕駛 導致黑人死亡 但是民事方面 由於我這個行為 令到被我撞傷的人 他有受傷 於是他亦都可以 用民事的形式 向我追討賠償 這裏也牽涉到另一個問題 因為我是巴士司機 我的老闆就是巴士公司 就不能夠說 我請你回來就開車 我不是叫你亂撞 你一撞傷人 對不起 你的民事責任 我不負責了 這亦都在法律上 亦都說不通 亦都不能夠的 因為這一個是 叫做 雇主對雇員的行為 亦都有一個責任 中文是 轉成法律責任 是 用一個例子來講 大家用盧女司剛才提的 一個叫做陳佩琪案 大家可以去網上看到 HCA20061992 這個案件就是當時 那個司機 狗巴的司機 他都是 屁屁股地開車 又不小心地 撞傷了一個 十歲的小女孩 撞到她 差不多癱了 老暴受傷 變了接近植物人 身體就不太活動自如 通常這十歲的小朋友 到他十八歲之後 才可以計算 有三年的時間 當時都可以控告他 有三年的時間 這宗案件 就是控告司機 梁安和九巴 梁安沒有那麼多錢賠 梁安駕車 要賠637萬 九千八百 九十三元 就是賠這麼多的錢 他當然沒有錢賠 就由老闆賠 用這件事來講 梁安駕的看法 一個警察犯了事 民事刑事 民事方面 作為市民 都是想拿回公道 當然 你是支持那個 受害者去 去尋求公道 心靈上 這麼多年內 可能會發惡夢 或者影響到他日後日常的生活 他的社交 他的前途 甚麼都 即是被你的話鐘破壞了 是的 受死 是 作為一個市民 當然有這方面的權力 是 那件事 就是 你的華鐘梁禮仲 又坐牢了 是 又沒有錢賠 坐牢了 又長風沒有了 是吧 甚麼都沒有 你告他 告入了 因為沒有錢賠 有個方法就是破產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那個事主就去告他的老闆 是 這個情況就叫做轉乘法律責任 可以是告一角 也可以告香港政府 因為他是公務員 公務員 律政司 代表他 這些案件通常 就是這樣去告老闆 老闆那方面 就是要負責的 轉乘的責任 法律上 都是所有這些 運輸業 保刊業 很多這些都是這樣 但警察這些都是破天荒 即是 都是第一次有這類案件 用強姦來説就是 沒錯 因為為何 在跟我們民事案來説 第一 他對這個事主 有沒有一個 我們叫做 duty of care 對他有沒有 那個責任 有沒有違反這個責任 而這個受害人 有沒有損失 在這件事來説 肯定 那個 警察 對這個受害人 一定有責任 因為他當時說 我要查案 令到這個受害人 深信不疑 然後就違反了這個責任 還將他非禮強姦 令到這個人有損失 即是 我們叫做damages 即是有損失 唯一就是爭論 一哥或政府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請這個 警察 梁禮仲 回來 他去查案 我沒有叫他犯這些案 雖然 即是完全是他的職權以外 是的 我們不負責任 但是 大家不要忘記 那件事發的事件 地點 在差館裏面 那個時間 那個時間 也是他當席的時間 是的 那麼 他亦都是執行職務 是的 那 不是職務的事 我相信 在這件事件 我用政府 就很尷尬 我相信這件事件 要打官司的機會 微乎其微 我猜應該是 以一個和解的方式 去處理這件案 智者就會沉合和解 因為如果你這樣說 就越苗就越黑 還要傳召他們上去講解一下 你同事做事的時候 你給他為所欲為價 越苗就越黑 令到政府 我相信 會面目無光 他無光的原因 不是他 不表示他有責任 但是完全是這個同事 令到這隻害群之馬 令到這個政府 是蒙羞 所以盧律師都講到 是估計的 對任務案件 其實我們都不適宜 在這裏評論 我們當是有類似的事情發生 一般的民事 就是這樣 其實大家 就這個轉乘法律站 可以理解 就是你去酒樓喝茶 即是梁禮都在深水寶石喝茶 是 假設你喝茶的時候 是那個茶博士 倒滾水 倒下倒下的時候 不知道怎樣 倒在你身上 錄傷你 你都很大職 錄傷你 那你當然是告那個茶博士 是嗎 茶博士未必有錢賠 你告他又告他老闆 是那間酒樓的老闆 所以老闆一般就有錢賠 那個茶博士就沒有錢賠 那件事你告他 他都連工都沒有了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這個叫做轉乘法律責任 除非發生的事 就是那個茶博士做的事 要是不在職權 即是不在工作期間做 而去放學工作 又或者是不完全跟工作無關 這樣的話 就可能那個老闆才可以踢走 這個責任 否則一般都是難辭其咎 是否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 或者說一個 那個字名叫Vimonas 即是 我都想過 是否遙遠 太過太遠 即是想都想不到 疏遠得很厲害 情況 否則都難辭其咎 有些這樣 這些茶客 他自己走去針水 那些又怎樣算 自己不小心 又錄傷了自己 或者錄傷了旁邊那個 那你說法律先生有一個 自願冒險 什麼叫自願冒險 就是那個人 自己在一個環境冒險 又等於一個十字路口 就橫過馬路 如果你是自己看不到 那個紅綠燈 亂過馬路 一個合理的司機 都會撞傷你 或者撞死你 那就是 他的自願冒險 他會分擔百分之一百的站 變成撞傷那個人 就沒有站 就是這樣情況 所以梁禮沒有自己去針水 我知道你經常很喜歡自己針水 沒有自己針水 有人認錯你 說你以為你是梁禮仲 你又鬼 錄傷你的 真的 就這個民事方面的事情 就是一般的賠償 就是這樣 分開經濟損失和非經濟損失 非經濟損失 即是說非金錢方面 就是痛苦和生活樂趣的損失 包括斷了手或什麼 很痛 就是腳 弄斷了腳 這位受害人 譬如以前很喜歡踢球 現在腳又有事 踢不到球 如果在這個非經濟損失 即是在剛才說的陳佩琪案 嚴重的損傷 第一級的 是四十萬至五十四萬 極重的損傷 是五十四萬至六十六萬 嚴重的傷殘 第三級 是六十六萬至一百萬 災難性的 是一百萬以上 今次這個 不是身體的受傷 是一種非禮 非禮、碰撞 又不是引致他 好像斷了手的情況 這方面很難去計算 這個 很有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 一些心理的專科報告 其他的 他的痛楚 他的生活的 可能是因為這樣做不到事 或是因為這樣引致收入方面的損失 簡單來說 其實要補償到好像這個事件 沒有發生過 沒有發生過 但是當然 時間不能夠保留 只不過是用一個金錢的方面去補償 令到他那件事件沒有發生 比方說有一些很嚴重的災難性的意外 去補償的包括是 譬如買一層樓給他 那層樓也有日常生活的適合坐輪椅 或者身體有傷殘 他要幫到他 譬如食具 亦都是一些特別設計的適具 可以令到他吃到東西 亦都有一些更加嚴重的例子 比方說要邀請一些特戶 即那些護士去照顧他 亦都有一些情況 要買一輛車給他 那輛車亦都是經過改裝的 就是令到他能夠用得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法律可以 補償給受害人的一些方法 就回剛才那個案件 陳佩琪案當時撞傷了小孩 他最後賠償637萬 其中痛楚賠償是362萬 即佔差不多是超過一半 其他的損失就是 因為照顧他的醫藥費 收入損失等等 加上賣 我猜這個賠償可能賠償金額 或者如果大家和解到 可能那個金額都未必會 不會這麼賠 據報導 就說他賠償大約一百萬多些 兩方面即是經濟和非經濟損失 加上百多萬 這可能引致其他另外三個 非禮案的那些受害人 都會入貧 可能如果他們便會入貧 這些侵犯屬於侵權的 通常有個時限 如果人身傷亡那些就三年 但那些侵犯屬於六年 即是有個時限 看看他是用什麼理據 2009年 這件事發生是2008年做 現在是11年 如果用三年的行政 就很快開始做 梁禮 你說警方刑事民事都要面對後果 你覺得街坊成就這件事 有沒有跟你反映到應該怎樣改善 街坊說改善就少些 反而提起這件事 即是警察的文化 警察文化和對警察的信任 是否有影響 還有破了香港的歷史 有史以來都未曾試過 在警辭裏面去做 這麼嚴重犯法的行為 當然如果我們剛才都說 警察的培訓方面 質素方面 可能他會否有濫藥都不頂 都有這個情況出現 在這方面 我想管理上 一哥他們的警隊高層 就真的要認真 要去再重組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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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陣 警隊都有很多新聞 沒有頭銀 又把一些資料 外洩在網上 現在網上的黑客世界 真的很厲害 但他們手指擺在這裏 就可以拿去資料 因為他們有一個軟件 就是Fox 給別人分享到他那些資料 想都想不到 此而不及 我猜就是他們那個 譬如說 保安做得不好 保安 即是那位同事 即是那位警務同事 他應該是小心一點 原來這件事會 會告訴別人 會這樣 即是IT世代出現後 可能警隊整體來說 在這方面 要與時並進 沒錯 這個說得很對 即是看看怎樣 堵塞這些流動 其實對警方來說 越多這些事件 對他們的打擊 亦都是有的 亦都是 即是將他們的威信 亦都是減低了 是 好了 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都差不多了 不如我們做一點總結 好 就說梁禮 就這個梁禮仲 整件事來說 你是最多屈結的 是 捱了三年的這個 經常被人問你 你是梁禮仲 是不是你表弟 是 你這方面 簡單總結 如果用說話 講你的屈結 希望你怎樣改善 警方要改善 那些 他又不會賠償你的損失 多數都是 說笑而已 那些人都是說笑而已 至於日後 剛才都說了 警方方面 我想幾方面 一個就是 大氣候 大氣候 即是說 整個警隊的質素 或者是社會的因素 令到他們都覺得自己 不是一份很專業 很… 我們以前的警察都… 他唱過首歌叫《大丈夫》 是的 大家知道要做《大丈夫》 是的 藍兒一生要經過 沒錯 那個年代 或者那個時候 跟現在很不同 令到畢業出來的那些 再加上他們可能當那份工 都不是自己很… 即是當那份工來打 但又不是很尊重自己那份工 又不是打好那份工 就隨便氣一下 於是便會出現這些情況出現 盧律師呢 是否有些警勢的真言 希望警方保持他這個叫正氣 好了 保持這個正氣 我便推薦給香港市民 看一看我這本《三分鐘釋法》 大家裏面亦都可以看到一個 正如說那個《隻手遮天》的案例 和這個《梁禮宗》的案例 大家亦都可以在網上看到 我剛才提到的幾個案例 好… 下次有機會 就警方那方面 怎樣去改善服務質素 沒錯 以人為本 在這方面跟大家繼續討論 好… 今天很多謝梁禮 好… 和盧律師 好… 謝謝… 幫你平反了 是…平反平反 好… 拜拜…